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底下的一段书 《金刚薄弱》 《金刚薄弱》 《这知本性若能见性便可成佛》 《金刚薄弱》 《金刚薄弱》的宗旨就是在无助身心 《只指本性》 《本性》是什么 《金刚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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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这个经念了多少遍了 什么叫本性还不知道 那你这个金刚般若就叫白念 这么不没法子正道吗 总得晓得了 那么我们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 无助跟身心是一句简心 无助就是身心 身心就是无助 这就是本性 无助跟身心是两桩四心 那不是本性 我跟大家透消息 只透这一点不再说了 你们如果从这一点能够体会 那就算不错了 虽没见性 知道本性是什么 这已经很难得了 知道本性是什么 就有坚信的可能 本性是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坚信是没有可能性 坚信成佛 佛跟凡夫的差别在哪里呢 佛用真心 反复用妄心 那么由此可持 心就是真心 会用真心的人 就是佛 不会用真心的 不会用真心的人 是反复 真心是一心的 忘心是二心的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无助跟身心要是二 就二心 反复 那哪里是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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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助跟身心是一 那就是真心 知道无助跟身心是一 才样样都是一 万发归一 上一次 我记得 我也透露了一点 众生跟佛是一 身佛是一 真望是一 性相是一 四离是一 乃至于 邪正是一 英国是一 中门所为 是得一万四比 第一就是 陈圆满 究竟佛了 由此可知 净土宗修行的目标 就是一 一心不乱 只要你震得一心 你就晓得 一切万法 无不是一 这就是所谓的万法归一 一心不乱 就是啊 万法就是一 一就是万法 用心 在一切法里面 离一切妄想之者 这就归了一 我们今天归不到一 就是因为有妄想之者 妄想之者是分别心 不是一心 独心 佛法里面所谓的三心二意 凡夫用的是三心二意 三心是阿赖耶 莫纳一实 三心二意 一根一实 一根是莫纳 凡夫人用的是三心二意 若用一心 地位最低的 也是原交出主 别交出地 大臣经常常讲 诸地菩萨 也许诸位看到 有这么一个名词 叫诸地菩萨 诸地菩萨说 原交出主 别交出地 破一瓶无名 正一份法身 这叫法身八字 他用真心了 不再用我心了 这个法相宗里面 所谓 转师臣志 转八字 臣四字 刚刚转过来 就是 诸地菩萨 那么这个在天才家讲呢 分正佛 并口成佛 这臣是分正佛 他不是家佛 是正佛 但是不是究竟圆满佛 究竟圆满 必须四十一瓶无名破尽 他才破一瓶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